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活动由东京票房、东京华侨总会和东京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 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东京票房会长吴敏回顾了票房的辉煌历程 此次75岁的东京票房举办金具样板戏专场演出是前所未有的 希望能激发更多人对传统金具的兴趣和热爱 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前江丽子希望演出能助力金具国粹的传承 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罗玉泉指出 金具在海外华侨中备受喜爱 越来越多人通过学习金具来表达情感、提升健康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嘉腾彻分享了他与金具的不解之缘 演唱会上 东京票房的成员们与精湛的记忆和饱满的情感演绎了多场经典巨幕 原唱会上 演唱会上 演唱会上 参加 拿酒去 给敌敌在心头 平行和我们一碗就 一碟不天罢 我们爱是 我们很想要有 这些时候就用在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化展示 更是心灵的交流 让日本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京剧的魅力 也为在日华侨华人带来了情感慰藉和文化认同